有一種朋友 夢想著有一個大房間可以佈置 但他的房間只有兩坪 這位朋友努力接了很多工作 也非常省吃減用 但大房間真的不便宜 直到有一天 誒 同時期に火が暮れ 夕焦が見える 火が落ちるまで君を 想要體驗不一樣的生活嗎? 在小生生活的世界裡 布置自己的房間吧! もうすぐ終わる 我愛心地